前两天骂蒋万安 骂立法委员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开口就炮轰苏奎苏贞昌 不要再打口水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恩出席智库 举办的能源政策会议 要帮停电危机找出解决办法 不过国民党内也有头痛难题 就是自家的中常委选举 怎么改革 改革不能停止脚步 那查会或查并 一定是物忘物重 两者并进 要平息党内风波 据了解新北市议长蒋跟黄 14日中午还邀请常委参序沟通 希望能让改革方案顺利过关 当中央初步拟出改革方案 包括减少中常委席次 以及分区选举 甚至必须为民意代表身份 预计16日送交中常会通过 等于婉拒赵兽康提出的 冻结中常会建议 更传出参会中有常委呛瞎 要赵兽康不要这支点点 那我们炮口一次对外 我已经讲过了 不要在任何人都不要当螃蟹 我们要把炮口对外 我们国民党不能变成螃蟹党 如果一只螃蟹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螃蟹一定是要很多只螃蟹 因为这也是长久以来的成呃 也不是这一只 制度要不要改 那我只是提出建议 那你要改 就彻底的改 要不然就随便你啊 尽管赵兽康也在强调是对势不对人 待炮红党中央意味浓厚 党内再度蒙上内斗 不团结气氛 前一天餐许上的中常委 赶紧跳出来换家 大家的会前会当中 就和个言而至 大家表达 他对于不同制度的一些看法 优点的地方 我们就给予肯定 那么觉得可能会产生的 某一些负面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也大家提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全的 一个讨论的一个方式 冻结现在的中常会 组织一个临时中常会 通过一个改革办法 才比较可行 你不知道我的方法 通过不了的 通过也是一个半调子的 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改革 2020年县市长选举 面对民进党已经展开布局 国民党还在炮口朝内 恐怕得先安内 才有本钱打一 念敌选战 欢迎收看李万宇 李万宇台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